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须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斗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断 当务之急 是寻一处致阳致烈之地 帮小玉先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倒是我们两名独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一二 致阳致烈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夜城 夜家禁地 阳火谷谈 上次他们冲撞萧炎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赵黑 你这是何意 夜城 此次我可是奉我黑火宗宗主之命前来 你们若是配合 我黑火宗不会亏待而大 否则 这些棺材 便请收下 你 阳火谷谈是我夜家禁地 按照族规外界都不可能 你们居然还想讨要过去 痴心妄想 他是六姓巅峰斗宗 我们夜家 无人是他的对手 食食物者为俊杰 夜城 你夜家所有老小的性命 可都在你一念之间呢 这夜家还以为自己是 单于五大家族之一的呢 恰是 曾经的传承世家 竟然败落成这般模样 这夜家先祖得知 也不知会不会被弃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啊 赶紧交出阳火谷谈退出夜城 否则夜家上下鸡犬不留 十夕之内 带着你的棺材滚出夜城 否则便留给自己用吧 哪里来的猫头小子 也敢在我赵黑面前放肆 杀了他 时间紧迫 天火前辈 还是劳烦您出手 嗯 盗 盗尊 前 前辈 前辈饶命 我是黑火族赵黑 今日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 还请多多包涵 哼 是死是活 问问我这小兄弟 嗯 小兄弟 不不不不 大大大大大人 大人饶命 小人知错了 小人再也不敢了 还请大人饶小人一命啊 带上你的东西 滚 以后再来 便去你们黑火宗做作 嗯 是 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走走走 快快快快 你 叶长老 我们又见面了 你 你是硝烟 你 硝烟 他居然便是上次那个硝烟 这硝烟是什么背景 居然能让窦尊强者随身左右 爷爷 我就说 他一定能救我们叶家 是我等有眼无珠 得罪了一尊大神 哦 硝烟先生 多谢您的出手相助 当日叶家的不敬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一场误会而已 叶重长老 小子此次前来叶家 是想借阳火鼓坛一用 不知道叶重长老是否愿意 大长老 阳火鼓坛是我叶家境地 按照族规 什么族规 废了 废了 硝烟先生已得抱怨 此份恩情 足以打破族规 那便多谢叶重长老 来 诸位 请随老夫来吧 嗯 赵南独女 还有那个不知名斗尊 老夫定要将你们错骨养灰 哈哈哈, 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既然来了, 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 让你的恶难毒体, 为本王生出最完美, 血统最纯正的后代 我来此处, 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 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 本王什么都给你 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 若是换作别人, 敢在本王面前说这番话, 已成死尸了 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 这冒犯之罪 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 来抵偿吧 小美人儿, 这点进攻, 可奈何本王不得 不过你旁边这家伙, 我倒是小看了 还有更让你头痛的 这天毒蟹龙兽,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 哼, 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只要来到这片区域, 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 这下, 果然有地牌 这下, 果然有地牌 小心, 这些全是陆神剑的毒兽 那还等什么, 一起打爆他 防我天谢欲者 小心, 你小心些 区区灵魂体 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 真是邪命他 不过是体内流淌着一丝太虚古龙血脉的魔兽 还真当自己是太虚古龙了 本王的龙族血脉 几让你侮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们 一群蚪蚁 蚪蚁 若非老夫失去身体 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蚪蚁 今日这精血 老夫要定了 这些魔兽 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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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侯要将你们 随时挽断 你的嘴手是我们 天火前辈 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那可得给我点时间 好 用手 明白 休想坤朵 消炎 速战速决 你们此日都得死 天火前辈 这么多年来 本王还是第一次 操守如此重创 不将你们灰飞烟灭 难效本我心疼之怒 我们老大可不是这么好者的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去吧 火怒火链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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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继续 可算结束了 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我担心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 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 嗯 明白 我们走 按照新兰先前所说 此次冰河谷派出了斗中巅峰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 天火前辈的躯体 和小玉仙的恶难毒体 必须先解决 不然的话 恐怕情事会很不妙 嗯 还是先为天火前辈炼制躯体吧 有了肉体后 即便不能短时间内恢复到巅峰实力 但进入斗尊应该不难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解去此次的危机 小玉仙分析得有道理 那便先解决天火前辈的问题 嗯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控制住恶难毒体 老夫 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 天火前辈 感谢二位 小家伙 这份恩情 老夫会谨记的 天火前辈这一路上 多次助我脱离险境 萧炎若不尽力 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真是羡慕你那老师 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动手 为天火前辈 炼制阴阳命魂丹 在这期间 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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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嗯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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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是丹蕾 萧颜大哥果然厉害 七品弹药这么快变炼城了 希望冰河谷的追兵 不要这么快察觉吧 不知第奥魁 再经历一次丹蕾淬炼 能达到何种地步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怎么回事 丹蕾怎么自己消散了 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 遮掩了丹气 丹蕾找不到目标 就只能消散了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算是万事 这营养命魂丹 果然神奇 天火前辈 待会我一发话 你便立即吞下丹药进入躯体内 至于躯体 就用这一副吧 条件算是符合了 就是这副长相 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时间紧迫 您就先将就一下吧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令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令 打入一丝灵魂之令 这帮人果然有些诡异 有天蛇长老在此 再诡异也难逃升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